而我认为这波蛋黄酥热 其实是台湾糕饼的复兴 更是台湾味的发扬光大 蛋黄酥是真真正正在台湾被发明的糕饼 融合了汉饼的脉络 日式果子的思维 和台湾在地食材 就和我们台湾的绅士一样 是唯有在台湾才会诞生的糕饼 那么蛋黄酥是谁发明的呢 关于这题就跟我目前讲解过的 食物有来一样 也是众说纷运 我有看到有人说蛋黄酥是在5060年代就出现了 但没有明确的资料来佐证 目前可以查到的 我认为比较完整的说法 是来自台中的百年饼铺 陈云宝全 我排的是陈耀训 还是陈奕迅啊 要用演唱会售票系统订购的陈耀训蛋黄酥 开麦30秒就被秒杀 而10颗的黄牛价也被炒到新台币2500元 今年竟然还有另类操作 有人把蛋黄酥当作货币使用 像是拿陈耀训换陈奕迅演唱会 也有要用陈奕迅换陈耀训蛋黄酥 诶 这是肉口令 还是冷笑话 总之 蛋黄酥在今年中纠结 依然热潮汹涌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很好奇 一颗小小的蛋黄酥 到底为什么能令台湾人如此疯狂 蛋黄酥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又是怎么红起来的 蛋黄酥取代传统月饼的说法 真的对吗 有关蛋黄酥的前世今生 就让我带大家一探究竟吧 哈喽各位foodies 我是Liz 最近几年大家可能有个印象 就是台湾人在中秋节 怎么不太吃传统月饼了 反而让蛋黄酥专美于前呢 我原本跟大家的想法一样 但我做了功课以后 发现这个说法有三个偏误 第一个是传统月饼 到底是哪种月饼 是和曾志伟 郭富城的脸 连在一起的广式月饼 但台湾也有其他不同种类的月饼 例如外省族群 还有苏式月饼 金式月饼 只讲传统月饼 这饼化得太大了 再来 蛋黄酥虽然是在这三年爆红 但从诞生至今也有四十年了 不是什么崭新的发明 而是台式月饼的一个主流 中秋节本来就有人吃 最后讲到台式月饼 有一个重要角色被晾在一旁啊 就是绿豆碰啊 绿豆碰才是原本台湾中秋节的代表性糕饼 现在他怎么连蛋黄酥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呢 我突然抛出了好多个问号 你不要觉得晕头转向哦 接下来请跟着我抽丝剥茧 来了解台湾月饼的来龙去脉吧 有关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如果追溯中国历史 有几个不同的由来说法 最闻人所知的 就是在原末时朱元璋为了推翻朝廷 在月饼里藏纸条 并且写上八月十五夜起义 传递通风报信 各路异军民众一同响应 之后月饼就成为中秋节的应景食品 所以啊 由于说认为 即便南宋就出现月饼一词 月饼真正和中秋连在一起 是从明代开始 台湾人士高饼的习惯 应该是随着中国明月移民而来 无论在17世纪荷兰占领台湾之际 或者民政军队驻扎台湾之时 都引入颇多中国南方沿海人民 使台湾渐渐构成 汉人文化社会 清代中业以后 移民人口增多 生活渐趋稳定 才有糕饼店的出现 不过可以推论 当时的糕饼口味 应该相当单纯 毕竟原料有限 除了用米来做糕粿 少有烤饼 就算有烤饼 成分也相当简单 除了外皮的面粉 内馅尝试简单的糖 蒜蓉 番薯 这也可以说是台湾汉饼文化的起源 虽然有饼 但当时台湾的汉人移民 有中秋节吃月饼的习惯吗 如果有 吃的又是什么月饼 其实台湾社会过去有 中秋薄饼的习俗 依据清代台湾辅制的记载 中秋时 人们会制作大面饼 名为中秋饼 最大的就是状元饼 然后大家轮流在碗里面 值6颗骰子 依据点数的大小 积分来抢夺这块饼 目前在金门还有这项传统 我觉得这个游戏蛮嗨的 现在我们在烤肉之余 应该来复补一下中秋薄饼 例如说 只出西巴拉的人 可以吃一颗 陈耀逊蛋黄酥 到了日治时期 日本政府在台湾 推动农业改良 和现代化建设 加上制糖业兴盛 间接带起了糕饼业的繁荣 日本师傅来台开店 教授学徒 引进日本饮食文化 还有技术 这个时候 台湾师傅 有些研习传统的汉饼 有些向日本师傅 学习制果技术 融入原本的糕饼制作 像是绿豆碰 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有关绿豆碰 我稍后会有更完整的解说 你要看下去哦 1949年 国民党政府签台 120余万的中国各省人士 涌入台湾 也把原箱食物带过来 中式月饼 以广式月饼 朝式月饼 苏式月饼 金式月饼 此四大派别最为普遍 而现在台湾中秋节 大家常吃的广式月饼 苏式月饼 也是从这之后才比较常见 那为什么后来广式月饼 似乎占据了一个霸主的地位呢 这就要说到1980年代 广式月饼被大量引进台湾 由于产品保存期限 可长达一个月 加上包装精致 因此攻占了主流市场 广式月饼的特色是 以姜皮制作 皮薄线多 还有精致的浮屠花纹 馅料的基本款呢 有棗泥 莲蓉 乌豆沙等等 像我最爱的月饼 就是莲蓉口味的广式月饼了 不过广式月饼的声量 近几年在台湾中秋节 真的不高 麦克风被谁抢走了呢 就是我们接着要谈的 今天的主角 蛋黄酥到底有多热卖 我们从鸭蛋的销售数字 可以看出端倪 农委会统计 2022年中秋节 全台湾的蛋黄酥 用掉了大约 1亿颗鸭蛋 难道我们吃掉了 1亿颗蛋黄酥吗 如果计算热量啊 相当于200亿大卡 蛋黄酥掀起狂潮 背后有几个因素在推动 待会我会一一说明 而我认为 这波蛋黄酥热 其实是台湾糕饼的复兴 更是台湾味的发扬光大 蛋黄酥是真真正正在台湾被发明的糕饼 融合了汉饼的脉络 日式果子的思维 和台湾在地食材 就和我们台湾的绅士一样 是唯有在台湾才会诞生的糕饼 那么 蛋黄酥是谁发明的呢 关于这题 就跟我目前讲解过的食物有来一样 也是众说纷纭 我有看到有人说 蛋黄酥是在5060年代就出现了 但没有明确的资料来佐证 目前可以查到的 我认为比较完整的说法 是来自台中的百年饼铺 陈云宝泉 陈云宝泉的第五代接班人 陈亦辉说 小时候他跟阿公陈真雄聊天时 阿公不经意提到蛋黄酥是他研发的 还拿出1986年8月的烘焙食品资讯杂志来证明 阿公年轻的时候 因为状元饼包了咸蛋黄很受欢迎 但消费者很难一个人一次吃完 所以就引用70年代开发小月饼的够小 缩小尺寸 顺应蛋黄的半壶圆度 做成立体半圆形的蛋黄酥 不同于当时的变形传统月饼 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来 蛋黄酥是汉饼跟日本果子混血的产物 刚刚提到的状元饼是台式汉饼里的大饼 结婚喜庆都常吃 内馅是绿豆馅或是乌豆沙 以及咸蛋黄卤肉等等 变成缩小版的乌豆沙包咸蛋黄 的确顺理成章 再来保全的第三代有开发小月饼的经验在先 那根据保全的官网 那是1976年 陈曾雄先生有感于当时的传统月饼太大 就以日式烘焙技术研发大小适中 以白凤豆和日本原料为馅料的 保全小月饼 而日本的技术由来呢 则是因为第二代曾经赴日本学习治国 并且在东京开店 那在这边呢 你又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响 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蛋黄酥是从绿豆碰衍生而来 绿豆碰诞生于日志时期 形状也是小巧碰原 会不会保全的陈曾雄先生 在开发小月饼跟蛋黄酥的时候 脑海里也浮现了绿豆碰的影子呢 保全从哪一年开始卖蛋黄酥 我无法确认哦 只能推测是在1976年小月饼诞生之后 跟1986年杂志报导之前 那我们就算差不多有40年的历史好了 台湾人吃蛋黄酥也吃了40年 那最近几年 蛋黄酥是在爆红什么啊 当我们在梳理某种食物 为什么会流行的时候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 一个是政府 有没有国家力量在背后推动 另一个是社会环境 有没有什么社会的情势变迁来促成 再来是商业市场 有没有研发技术 或行销手法的创新在背后运作 以蛋黄酥而言 三个因素都可以打勾 首先是政府的因素 其实新北市曾经举办 一系列蛋黄酥的推广活动 2011年是首届 新北市蛋黄酥加年华 隔年改名为新北市蛋黄酥节 持续举办到2018年为止 虽然没有像台北市的 台北国际牛肉面节 在2006年前后造成的旋风 但也提升了一些老店的知名度 例如卢州的龙凤堂饼铺 和永和的王师傅饼铺 那你说新北市蛋黄酥节 是如今热潮的前哨站吗 蛋黄酥能量爆发的时间点 似乎又晚一些 那是否有另一个比较近的因素促成呢 美食界就有专家指向了疫情 认为国境封闭 造成伴手礼需求的转变 例如美食作家陈金仪曾经受访说 以前后陪业者都在卖凤梨酥 但是没有游客之后 国人买凤梨酥的量就没有那么多 市场空掉 就要找其他的商品来填补空缺 那可以说蛋黄酥是下一个凤梨酥吗 或许可以说 凤梨酥为台湾的糕饼 打开了伴手礼与精品礼盒的市场 从台北开到日本跟新加坡的围热山丘 就是好例子 但你要问 为什么从凤梨酥手中接棒的是蛋黄酥呢 这就要说到台湾烘焙职人的努力了 西点师傅在这几年不约而同 把目光投向蛋黄酥 几位比较知名的人物 包括台北法棚的李一席 台中糖本面包店的陈辅光 高雄莎士比亚的王鹏杰 以及高雄的吴宝春 那当然还有卖蛋黄酥卖到 要动用演唱会售票系统的陈耀训 而前面四位呢 更有蛋黄酥四大天王之称 他们从疫情前就开始研发 贩售蛋黄酥了 而这些职人有一个有趣的公通点 就是他们都不是做中式糕点出身的 而蛋黄酥相对容易入门 因为中式的油皮油酥做法 和法式千层酥品非常类似 那再来 他们都希望为传统的蛋黄酥 注入新时代的麦豆 不管是更加精选优质的原材料 或者融入法式烘焙手法 都赋予蛋黄酥 全新的精气神 譬如吴宝春用国王派的概念来做酥皮 而李一席着重在红豆沙的口感与比例 王鹏杰的外皮烤得特别酥脆 陈耀训则强调奶油与咸蛋黄的鸭油 共谱的底部交香 而我认为 引爆蛋黄酥狂潮的关键人物 还是陈耀训 2017年获得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他 2019年从高雄来到台北开设 陈耀训面包部 第一年中秋节卖蛋黄酥 口碑就很好 被美食界誉为 蛋黄酥界的爱马仕 第二年也就是2020年 就开始疯狂排队了 2021年起呢 就开始使用大型演唱会的售票系统 来卖蛋黄酥了 你比较想要抢陈耀训的蛋黄酥 还是陈耀训的演唱会门票呢 留言告诉我吧 看到蛋黄酥大红大紫 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会很嫉妒 就是绿豆碰 绿豆碰可是台式月饼的前辈 以年纪来说 绿豆碰都可以做蛋黄酥的阿公了 因为他的诞生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一般认为外形圆刃雪白的绿豆碰 原型来自台中风源雪花斋的雪花月饼 雪花斋是由驴水在1900年时所开设 当时的饼铺做烤饼是用木炭 火力不均匀 为了能让饼平均受热 会不断的翻面 然而有一天雪花斋 店里生意太好了 有几个饼忘了翻 竟然就造就外皮雪白 中央微微凸起的饼 那驴水就认为很漂亮 进一步去实验 除去内线里的肉脚 改为纯绿豆沙 并且把尺寸缩小了 烤出来就像小小白白的乒乓球 非常讨喜 顾客就询问产品名称 驴水就以外形的特征 随口说出 绿豆碰 表示碰起来的意思 后来汉字就写为 1925年 驴水以绿豆碰为原型的雪花月饼 参加台湾区高饼展 在清一色日本人得奖的比赛中 夺得了铜牌大奖 雪花斋的雪花饼 因此成为丰园地区 很具代表性的高饼 而驴水呢 也被攻为 不知道接下来 有没有烘焙职人 要来升级改造绿豆碰呢 我认为绿豆碰 也很有潜力 成为台湾高饼之光哦 讲了这么多饼 最后想问问各位foodies 你觉得下一个 会变网红的月饼是什么呢 1 各种特殊口味的蛋黄酥 我想吃珍珠奶茶版的蛋黄酥 还是说 2 肯定是绿豆碰啊 怎么还没有人来改造绿豆碰呢 还是说 3 逆袭的广式月饼 莲蓉蛋黄跟五人我好想念 还是4 不吃月饼了啦 胖死了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哦 还有你今年最推的月饼是什么哦 那至于我的答案呢 如果这集留言超过200折 我再来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